水利会长的选举进入最后冲刺 国民党所提名的候选人李茂芳 今天中午在竞选总部召开了记者会 呼吁支持者大团结 用选票将李茂芳来送入水利会 为农民争取权益以及公道 在简单的叙述参选理念之后 国民党水利会长候选人李茂芳 随即将炮火转向对手 批评徐南山任内许多座围 都没有替农民着想 尤其是搭牌政策 更让农民的财产大幅缩水 才会再度参选 替农民争取权利以及公道 农民争取权利以及公道 世界農替农民争取权利 此外是事实的事情 搭й草率 في根本后 空事情 有农民、主� Vietnam 開放 但是 沒有說你水里會有這麼久的時間 是非常清楚 他這就是什麼 就是選議要交換 他又要騙選票 他過去是怎麼做到 剛才也是全民 全民都跟全民禁止 還要說我這個是 最是 最是禁止而已 計選總部總幹事李治庸 則呼籲支持者一定要大團結 幫忙拉票 用選票將禮貌方來送入主理會 來服務農民 所以在這裡要告訴大家 明天才會選舉 我們四月十九就是農民做主的時候 四月十九就是農民 正規我們看到的時候 四月十九就是農民 真真真正要來討回 對我們自己的影響 最大煩惱的時候 因為拜託大家在明天 不僅我們自己出來投票而已 我們出民隔壁 有你外地上班做事的 一通電影 被毛風吹出來就吹出來 二方的毛風也動算 這樣真真真真 可以配我們人民來主持這個功德 住十位支持者也大呼 當選的口號名句是氣 希望能夠贏得明天的 水利會長選戰 一目當選 一目當選 倚蘭新聞記者賴福新採訪報導